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李宗盛 他餐要超好吃的 中文字幕,李宗盛 8天等我 就還忘記把酒精加進去 客人就拿回來說 這個客人沒有加酒精啊 忘記加酒吧 這是我買的WOW LET'S GO 第一代的麥克風 還蠻可愛的 然後它是正方形非常小 那為什麼會買呢 是覺得就是如果聲音可以更清楚的話 就是更好所以就想說 我來買買看這種 那這一個裡面呢 還有附兩條 Type-C的充電線 然後呢還有一個是 TRS to TRS的線 還有兩個防風的毛罩 對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拍攝主要是用iPhone拍 那iPhone拍的話 這個就不能這樣接 就是這一個是要接TRS to TRRS的線 那我就另外買了一個SC4 就是再把這個插在這邊 然後這一端就可以連接手機 這一條線就是長這樣子 那它這一端呢就是可以接TRS的線 插進去之後 這一個就可以接手機的耳機孔 那因為現在iPhone就是沒有耳機孔嘛 全部都是Lightning的接口 所以呢你還要再買一個 就是290的這個 就是3.5mm接Lightning的線 所以就是這樣子 接上去 這樣就是完成了 這個接機器 那這一端就是可以接手機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看看這個麥克風 我現在要離我的手機是 一個手臂的距離 現在聽的就是沒有接上麥克風 就是iPhone收音的聲音 這一個是發射器 那下面有螢幕的是接收器 把這一個插進接收器裡面 然後這一個接收器的這個Lightning接口 在接上就是iPhone 那我們先來開機 那我們先來開機 這個接上去 接囉我要接上去囉 好那這一個的話呢 就是Wireless Go沒有接防風罩的聲音 它沒有什麼技術 它就是把它對準那個孔 然後把它壓進去 一樣把它夾在林子這邊 一樣把它夾在林子這邊 看一下 現在就是沒有風 所以防風罩跟沒有防風罩的差別 應該是不會太大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音量的部分 它這個上面有兩個按鈕 應該說三個 一個是開關 然後一個是連接的 一個是控制音量大小的 那現在聽到的是中間的音量 那如果要改變音量的話 就是按這樣子 現在是高的音量 這樣的話收音會變得比較大聲 這個的話呢就是最低音量 就是現在聽的話聲音其實就會變得比較小一點 那這一個是中間的音量 通常的話我會使用中間的音量開始做錄製 因為我有點怕爆音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監聽嘛 所以爆音的話它的聲音的品質會不是很好 所以一開始先調中的音量之後 之後再後製的時候再試情況把音量調大或調小聲 會比較保險一點 插著Wireless Go的話呢 它就是接Lightning的線嘛 所以說呢它就是只有收音的功能 那如果呢是要把影片播出來的話 插著Wireless Go的話是沒有聲音的 所以就是它沒有辦法做機師監聽 或者是說你想按暫停 然後想要看看上段影片錄了怎樣聲音怎麼樣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直接播放出來的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要來接一個speaker 就是外接的喇叭 然後用連藍牙的方式 就是把聲音放出來 那這樣的話 我在check我的影片有沒有聲音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馬上就是check聲音的部分 這樣的話就不用擦擦擦擦的 就是感覺會 孔可能會很容易壞這樣子 那希望之後用到它的機會跟場合會變多 那邊也要靠近去 那邊用回頭是在心裡 又想要讓它變多 是在檢查看 這幾個部分 小玉扁之間 口是在忍耐 馬上就在做不醜 或者配音 上去更快 是哪一個地方 在這裡 在這裡 是在這裡 好冷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